我们今天准备了一条花甲鱼 准备用它来做一道非常好吃的美食 下面又辛苦我的老婆了 现在我们将这个鱼啊 给它宰杀出来 然后我们把这个鱼身上的磷甲 给它刮掉 去除里面的内脏 现在我们把这个鱼的鱼筛给它抠掉 现在我们把这个鱼线给它抽出来 再给它打上花刀 放入盆中 给它放入适量的盐 再倒入适量的高度包裹酒 给它码匀近 将这个鱼啊腌制15分钟左右 把姜蒜切成细末 泡辣椒将它切成颗粒状 小米辣给它切成碎末 青辣椒也给它切碎 装盘杯 腌制好的鱼的身上 给它抹上适量的淀粉 然后我们锅里倒入适量的菜籽油 待油温烧至六层熟 时我们把这个鱼啊 给它放进锅里 慢慢的给它炸 在炸的过程当中 我们适当的给它翻转一下 防止炸焦 现在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把这个鱼啊 给它起锅 瀝干那个油 给它装盘备用 肉锅倒入适量的菜籽油 大火加肉 倒入姜蒜 将它们爆香 炒香以后 我们再放入泡辣椒 继续将它们炒 再放入这个青红辣椒 翻炒均匀 炒出香味 倒入适量的生抽 适量的盐 适量的鸡精 翻炒均匀 炒出香味 然后我们将炒好的这些辣椒酱 全部给它淋到这个鱼的身上 锅内加适量的三泉水 把这个鱼给它放入锅内 盖上锅盖 大火烧开 蒸15分钟左右 现在时间到了 我们把锅盖打开 然后我们给它撒上适量的香葱 起锅烧油 油温烧至七成熟食 将它们淋到这个鱼的身上 一条香喷喷的花甲鱼就做好了 哇 咖啡 味道好不好 好 味道真棒兄弟们 来兄弟们赶紧一杯 这个鱼做法简单 一看就会 喜欢的家人可以尝试做一下 好的 我们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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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